台灣美魔女蕭祥最近轉戰做KOL 在網上平台開節目 這日他就邀請曾國成 和化妝師周世傑來做嘉賓 原來曾國成是蕭祥的中學同學 他特意拿對方高中時的相片 讚蕭祥自小就是巧花 還即場爆多個秘密 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他很像十班還是十班 你好早熟 他很像十班還是十一班 不是國中才 沒有 不是國中看到你 你以為我小時候勢力有弱嗎 我有視障的朋友嗎 沒有 可是到了國中 他就其實在我們的同學裡面 大家青春期啊 多半都會變胖變醜啊什麼的 他不會 還是一隻清新的 好像是出水芙蓉一樣的 一隻啊 一隻 而且他家裡學校又近了 所以每次就很遺憾 就是跟他走不能跟太遠這樣 不能一起走太遠 他很快就到家了 雖然有這等事 所以有一起走過回家過 沒有也沒有 尾水 對 成哥國中的時候的磨研還記得嗎 我記得他皮膚非常的好 非常的白 而且他是A段斑的 他是升血斑的 然後就看起來就是比較玉樹凌峰的那種感覺 今年52歲的蕭翔 身形依然苗條之餘 他亦都鑄顏有術 Kevin老師就踢爆蕭翔 非常怕曬黑 日頭太陽光的話 他都絕對不會出街 就連這天做緊訪問時後的燈光 蕭翔都很有要求啊 就是堅持防曬到一個極致這樣子 他的美白就有好處 像藝人 對 牛奶 豆漿 生肉 想要 對對對 蕭翔這天還宣佈 將自己過千件美衣 拿出來慈善意賣 還說自己這麼多年來所穿的衣 都是家家世馬 身材這麼fit 果然無負美魔女之名啊